OK 开始这一期的泡面作战 我是泡面生儿 这次用的是一个香飘飘推出的蜜谷果茶 现在喝起来味道还是 味道还是可以的 有茶的味道 然后又有果汁的味道 但是不可否认 有添加地的味道 OK 我们开始泡面吧 我们的果茶泡面做好了 想记得该都来 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OK 看一下这个面 面的话整体没有太多变化 这个茶的颜色 因为用的应该是红茶吧 乌龙茶 乌龙茶 所以颜色有一点变化偏红 然后试一下汤吧 哇 汤好甜 完全吃不出茶的味道 这个汤 酸菜的话还是酸 汤汁的话还是好甜 没有茶的味道 也没有这个陶陶的味道 更多的西柚汁的味道也没有 应该全是那个食用香精的味道 所以这个 很甜 比我们做乐虎啊 会甜很多 但是会比那个可乐这些 稍微淡一点 但它还是甜 试一下面的味道 看看面会怎么样 啊 面的口感变化不是很大 有微甜 能吃出来那个 西柚汁酸酸的味道 但是桃子的味道吃不出来 乌龙茶的味道也没有吃出来 可能是泡的缘故吧 如果是煮的话 它的味道可能会更进去一些 会更好一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所有的饮料在加热的过程中 它里面大多的东西都挥发了 只会剩下甜味会很重 剩下其他的 像什么各种果汁的味道 其实会变得很清淡 就是看它这果汁加了多少了 因为很多加热之后 就完全挥发就没有了 相对于汤来说 这个面还可以 面不是很甜 有一点酸甜的感觉 所以面还是挺好吃的 但是汤确实太甜了 它那个甜已经盖住了酸菜的酸味 所以甜味有点重了 是不是天材具加多了呢 不过眼料还是蛮高颜值的 也算是首创的 眼料用这种杯子来装 上面是锡锅是覆盖 也算是个首创的 蛮有创意的 这个杯子才能卖一毛钱 应该 所以呢 赶快买水 攒杯子 卖钱吧 OK